你好,我是昆仁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希望窗外的这个禅名声啊,不要影响咱们的录音 好,那咱们闲言手续证书开始 前文书咱们讲了这个藏传佛教史上第一次活佛转世的故事 第一次活佛转世啊,来自嘎举派的嘎玛嘎举派 嘎玛嘎举派的三世祖嘎玛巴西 他认为只有采用活佛转世这种传承方式才能拯救自己的教派 于是呢,他就和自己的学生乌坚巴的两个人呢 就研究了这一套活佛转世系统,非常的缜密,几乎没有漏洞 昨天啊,有好朋友在这个留言区就跟我互动了 说这个有两点不算圆满 一点呢,就是这个灵童啊,怀上的时间和这个活佛圆祭的时间不一致 第二点呢,这转世以后我所有东西都得重新学 那这活佛没有前世的记忆啊 这两点呢,其实我就可以给您解释 咱们前文书啊,其实已经解释过了 其一呢,这个灵童受胎的时间,也就是坐胎的时间呢 肯定不会和活佛圆祭的时间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活佛所用的破瓦法呀,进入这个婴儿的身体 是在婴儿出生前的一刹那 这一点呢,无论是咱们中原还是藏族地区 咱们的这个看法是一样的 就是啊,在这一时刻,灵魂才能进入身体 在胎儿的时期啊,这胎儿是没有灵魂的 再者呢,有这个千石法门在 这活佛何时元祭,跟这个灵童何时出生啊 关系就不大了 这活佛呀,完全可以灵魂破瓦以后啊 等待婴儿出生的一刹那 再进入这个灵童的身体 所以说呢,也不一定啊 是这个活佛元祭就和这个灵童降生啊 这个时间,哎,能对上 那呢,有一点呢,我想是肯定的 这活佛元祭只能在灵童出生前 大概不会元祭在灵童出生以后 因为如果一旦灵童出生以后 您再占据这个灵童的身体 那就就破戒了 那不,岂不就是杀生了吗?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灵童转世以后啊 无论是在做灵童学习佛法时期 还是坐床以后的活佛 所有的经典咒法呀,还得重新学 那您记住了啊 没有一位活佛的经师敢这么说 他们都得说是在他们的引导下呀 活佛唯意起来那些经典 我认为啊,这些解释啊 都能说得通 嘎玛嘎聚派创立了第一次活佛准世 后来呢,这格鲁派又把他发扬光大 这才有了什么达赖班禅 哲不尊丹巴 还有这个清代唯一的一知一戏活佛 就是张家活佛 在这个执行上啊 虽然有千般的漏洞 万般的不好 但是呢,在这仪轨上啊 还是无可挑剔的 那么今儿咱们说什么呢? 咱们今儿要说说 这嘎举派呀,和这个明朝政府的关系 前文书咱们也讲了 大汉蒙哥赐给嘎玛巴西一顶黑帽子 当然了,没有这顶黑帽子 嘎玛巴西也不至为 然后来的忽必烈呀,一通涨 差一点啊,把这老命啊 就扔在南方燕障之地 但是怎么着啊,他也算是黄蜂 所以说呢,这嘎玛巴西这派准世啊 就叫做黑帽系活佛 您记住了啊,这会儿还不叫法王呢 叫黑帽系活佛 说他是夏尔巴、黑帽系、夏纳巴、黑帽派 都可以 您只要记住这一系活佛的称号 叫做嘎玛巴就行了 那么这嘎玛巴西 他是第一世的嘎玛巴吗? 那当然不是了 他们都聪明着呢 他们绝不把自己奉为第一世 可是要说呢,这嘎玛巴西呀 他这个砖头打架 真有出手的 他也并没把他的师父 这个泵巴扎呀 奉为第一世的嘎玛巴 他看不上他师父 他呢,把他的师爷都松亲巴 奉为了第一世嘎玛巴 这个泵巴扎连第二世都没混上 他直接称自己为第二世的嘎玛巴 就在那会儿啊 这举派啊 这上师们呢,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官子里伸手死要钱 想跟他们学点门啊 那人填大坑一样 所以我想啊,这师父关系啊 也没有太好的估计 嘎玛巴西创立了这个活佛转世系统 他原地以后八年啊 找上门来那个灵童 叫做让窘多吉 那当然了,就是三世嘎玛巴 三世嘎玛巴没有什么故事可讲 直接咱们跳到四世 其实呢,这四世祖啊 这个等奖的故事也不多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您得知道 四世祖的名字叫乳壁多吉 这乳壁多吉啊,在公元的1358年 他受这个元顺帝的邀请啊 到北京去干嘛呢 挺不正经的 咱们一会儿再说 但是在路上啊,他有一件故事 我们必须得知道 因为他在青海的时候啊 他遇到了一个小孩 这小孩才三岁 他见这个小孩慧根颇深 于是啊,就到了他的家中 给他受了五戒 哎,是哪五戒呢 那自然就是杀盗淫望久 你在家之人不出家呀 你就先受这五戒就行了 那这也就是很牛了 一个三岁的小孩 为什么这大活佛跑到人家家 去给人受戒呢 哎,这人牛了去了 这人是谁呀 就是后来格鲁派的创始人 宗喀巴大师 前两天,前两天谁跟我说来着 说这个在家之人不受戒 哎,您看这不就是在家之人受了戒了吗 并且呀,这有活活的实力 还是为名人宗喀巴 那这事咱知道就行了 咱先把这三岁的宗喀巴放在青海 咱们转回头来呀 再说这个四世的噶马巴 这乳壁多杰呀 这个跑到北京教这个元顺帝 他传授元顺帝什么呢 这乳壁多杰来到北京之后 先给这个元顺帝父子 受了这个金刚骇母灌顶 然后还传授皇上一道秘法 什么呀 就是男女双修欢喜禅 哎,您别问我 我不知道这种禅法功法呀 到底是怎么双修 如何的休息 知道一点也不敢说 说了也肯定过不了神 那咱们还就不如不说 总之呢 这就是四世噶马巴乳壁多杰来北京的用意 哎,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喇嘛 传授皇帝这路玩意儿 原来有没有啊 不知道反正没有记录 那么说呢 这时光荏荏 岁如梭 历史既然是有诡计的 那呐呐呐呐 那哎,从元朝就到明朝了 都知道啊 这明朝的皇帝信道 实际上呢 这明朝的皇帝多处是像佛的 您别忘了 他们的祖宗 还有天津济州区啊 有一个叫祁山兰水洞的庙 您可以去看看 那儿就不是世门的庙 那就是教门的庙 那是礼教的庙 他对外怎么宣称 咱们不知道 您去看看起吧 那儿的这个佛像壁画啊 和普通禅宗寺庙里的壁画 塑像是不一样的 哎,可是啊 那话又说回来了 哎,这佛不亲呢 庙亲 庙不亲 和尚亲 哎,这朱元璋必定当过和尚 所以呢 那这明朝的皇帝啊 还是很亲这个藏传佛教的 他一共封了九位法王 那么说是从谁开始封的呢 是从这个永乐皇帝开始封的 这永乐皇帝啊 他最初叫燕王 哎,他在北京 所以说他跟这个喇嘛教接触的也比较多 那他第一个册封的是谁呢 他第一个册封的就是这黑帽系的转世活佛 哎,这永乐皇帝啊 给这顶黑帽子呀 人家这个大名啊 叫噶马噶举派的黑法官 哎,给这顶黑法官呢 就镶了个金边 镶金边 镶金边 就是这么来的 那是不是这么来的呢 哎呀 我这么一说您的密听 我也不知道 反正啊 是真镶了个金边 这可不是在北京风呢 这是在南京 哎,静难刚刚过去之后 这永乐皇帝初登大宝 那会儿啊 已经是第五世的噶马巴了 五世噶马巴活佛 德银鞋吧 丁吧丁吧 他就来到了南京 受了这永乐大皇帝的皇风 哎,这如来大宝法王啊 刚才说了 哎,是他的封号 实际上这是小名 有个大名啊 这给您念完了啊 那肯定得伤气 哎,那位说了 怎么还得念呢 说书不得背吗 背不下来 哎,就得念 哎,这念完了以后啊 您要是听我以后再给您说书啊 咯咯老咳嗽 那肯定啊 是给您念这个封号啊 我伤了气了 那有好朋友呢 东北的尤其是啊 听着我这书啊 说的挺卖力气 那您赶紧 您想办法给我寄个十斤八斤人身来 让我不不气 好,以后再继续给您说书 得嘞,不开玩笑 我现在就给您念念啊 这大宝法王的全称 万行巨族 十方最圣 圆绝妙志 会善会圣 诱国眼教如来 大宝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 领天下事教 所以说您看了没啊 不但是大宝法王 而且啊 还是西天自在佛 还得管着天下的所有和尚 咱们这儿得插一句 那为什么 这个明朝政府选择了 嘎玛嘎举派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元朝政府啊 选择的是萨迦派 这萨迦派啊 在最初国师八四八的带领下 现在在西藏地区 已经混得是风生水起了 那换句现代话而言 这明朝如果选择了萨迦派 那多有这群众基础啊 可是啊 这明朝的皇上 他鸡贼制呢 他不是这么想的 这是因为 这萨迦派在西藏啊 他太根深蒂固了 本来你熟了就有兵 然后呢 这政府再给你施加以权力的话 那不好管理 所以说呀 这个政府才把这目光转向了嘎举派 这明朝政府就认为 这嘎举派游僧没有势力 扶持他呀 对政府不会产生威胁 其次啊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啊 这嘎玛嘎举派啊 他的势力范围在康区 说实话 这大明的天子们啊 对这个卫藏地区没有什么兴趣 太高 太远 太荒凉 那四川甘肃云南就不一样了 那是大明的属地 所以说呀 他给跟这一块的喇嘛搞好关系 这也是大明天子啊 选择嘎玛嘎举派的第二个原因 那么说呢 这封法王啊 您也不能可着您的劲儿 就您喜欢这只子 您可劲儿的封 对不对呀 所以说呀 这大明天子语录君瞻 明成祖啊 一口气就封了八个法王 咱们先把这八只法王给您介绍介绍 我说的只啊 不是一只怪兽的只 是只派的只啊 您可别认为我是在骂人 这八只法王呢 其中有三大法王 这三大法王啊 就是大宝法王 大成法王 大祠法王 之后再封的五个呀 那就是王了 就不能称之为大了 那这五位法王是什么呢 是这个产化王 产教王 旧教王 和辅教王 最后一位就是赞善王 这些法王呢 咱们的书馆里今后啊 可能有的会提到 有的会提不到啊 那提不到自然是不重要 那现在肯定就会有好朋友说 你开书的时候 你说是九位法王 到现在怎么成八个了呢 哎 因为有一位法王啊 后世的不怎么提了 那是因为啊 这明朝皇帝啊 觉得挺丢人的 哎 他们觉得丢人呢 我不觉得 我替他们说 这个法王还不是个小王 哎 有大字叫做大庆法王 并且呀 排在诸王之首啊 那这是谁呢 这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诸后诏 这诸后诏啊 典型的戏经 他不但给自己封过法王的称号 咱们肯定都知道 他还给自己啊 封过一个威武大将军的名号 还给自己改名了 叫诸寿 听着就不吉利 那你这姓朱怎么能叫寿呢 姓朱怎么也得叫肥呀 这明朝皇上啊 后世都觉着自个儿 这祖宗明武宗啊 有点神经病 所以说呢 他死了以后啊 这个大庆法王的称号 就没什么人提了 所以说呢 这明朝啊 黄蜂的法王啊 有八位 但实际上呢 是有九啊 咱们一说一乐 您知道知道 也就得了 得了 今儿书就到这 明天啊 咱们讲讲这黑红帽 法王的传承 哎 这先给您打个预防针 明天那集能不能过审呢 咱们不好说 我下 lequel 你怎么先来 dank这 true 好 多 그런데 刚后 我下你左右 要โass 那孩子